黃偉翰,趕北西軍加油! 一個帶! 總長想問一下,因為馬西二會機率蠻高 黃偉翰就表示,如果他們兩個真的見面,感覺是背離台灣多數民意 偉翰會這樣說嗎? 對,然後他說下一屆國民黨有可能會選輸,那這部分怎麼看? 我認為台灣多數的民意在最近的選舉當中已經顯示出來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,至少六成的人是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的共存 不敢說捨求兩岸會和平的雙贏,至少和平的共存 大家好來好往,也不要再有什麼衝突或者潛在的爆發戰爭的風險 那我覺得做這種事情的確會,應該說像馬總統做這樣子的一個參訪 或者說跟習近平碰面這樣的事情,的確會引起很多這個綠營的支持者的這種攻擊 或者是辱罵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情是為了台灣多數人的未來,也是為了整個台灣整體的安全而做的事情 這是值得擅長的事情 那這部分你們會認同嗎? 我沒再強調,九和共識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精神,大家看這九和共識不能夠只有看這字面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各自爭議,求同存異 因為很多關於兩岸的這個重要的政治的這種分歧 已經吵了五十年六十年都吵不出結果來 大家花這麼多時間在吵架,吵最後吵了面紅尾翅甚至兵容相見 一點意義都沒有 不如把這些這個政治上的爭議先擱置 透過一個這樣雙方共同互信的基礎 來去推動一些對雙方都有利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比較實際對大家都好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馬總統他在這次的訪問來講 如果能夠具體的實現這樣的精神也是好事 好不好,謝謝